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幽灵、竹节虫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幽灵竹节虫Ghost of Mantis 科学名称为Phalicrania paradoxa 是一种具有特殊外观和迷人特质的螳螂 它们得名于其像幽灵般的外貌 并且是饲养螳螂的人们常见的选择之一 以下是幽灵竹节虫的一些特征和特点 外观,幽灵竹节虫的身体通常呈深绿色或棕色 并带有叶片状的凸起 这种外貌使它们能够很好的融入和模仿树叶或树枝 提供了很好的保护色 成年熊虫的身长约为5至6公分 而雌虫稍大,身长可达6至7公分 捕食者,幽灵竹节虫是捕食性昆虫 以其他昆虫作为食物 它们会使用前足上的锯齿状结构 然后抓住并捕食猎物 幽灵竹节虫通常在静止待机的位置等待猎物接近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攻击 繁殖 雌性幽灵竹节虫在交配后会产卵 并将卵固定在植物上 卵会在一段时间后孵化成幽虫 幽虫经过数个脱皮阶段后逐渐长大 幽灵竹节虫的幽虫外观与成年虫有所不同 呈现出更多的褐色和白色斑点 饲养 幽灵竹节虫是受欢迎的宠护螳螂之一 并且相对容易饲养 它们通常需要提供适当大小和形状的栖息地 如树枝或竹竿 以攻其攀爬和休息 食物方面 可以喂食小型的果蝇 蚊子或其他适合大小的昆虫 需要注意的是 饲养幽灵竹节虫时需要提供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 以确保其健康和舒适 此外 以下是饲养幽灵竹节虫时需要注意的几点 温度和湿度 幽灵竹节虫是热带昆虫 对于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要求相当重要 通常建议保持温度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之间 湿度在50%至70%之间 使用温度计和湿度计来监控并调节环境条件 饲养容器 适当大小的饲养容器是必须的 以提供足够的空间供幽灵竹节虫活动和攀爬 容器应该有足够的通风孔 并提供适当的植物材料或枝杆供其攀爬和隐藏 食物 幽灵竹节虫需要吃活的昆虫作为食物 常见的食物包括果蝇、小蚂蚁、小型蟋蟀等 确保提供新鲜和适合大小的猎物 并定期清理未被食用的残骸 照明和光线 幽灵竹节虫并不需要特别的照明设备 但可以提供一些自然光线或柔和的照明 来模仿其自然栖息地 避免直射阳光或过强的照明 以免造成过热或烫伤 注意观察和保健 定期观察幽灵竹节虫的行为和外观 确保其健康和幸福 注意任何不寻常的行为 食欲减退、外观异常或病争 并在需要时咨询兽医或螳螂专家的意见 总的来说 幽灵竹节虫是一种迷人且相对容易饲养的螳螂品种 遵循适当的饲养指南和提供良好的环境 您可以享受观察这些幽灵般的生物 在您家中展现其独特行为和外貌的乐趣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